新年快樂 雖然今天已經5號了 2022年各大UP組都非常勇的拍攝年終總結 我看好像也沒誰在拍 要小衰想我說怎麼可能錯過這次年終總結的機會呢 水平就是需要不斷的改進和總結 視頻的質量才會有所提升 頻道的發展也將日益壯大 你們有發現我上五句話的頭一個字連起來是一句話嗎 那今年呢咱們有玩點不一樣的 大家猜一下是什麼呢 要題和封面都寫好了 我還是讓你們猜個碼一下 對 哎呦 對 沒錯 今年我們就來一起盤點一下 去年我獲得了多少獎項吧 因為這獎項也屬於你們 我想到好幾天一個視頻如果公說的話的話 好像有一點太寬 首先第一個 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將將 YouTube10萬訂閱獎牌 你不厲害 你看 這裡就像是一個鏡子一樣 這裡有一個播放鍵 這裡不知道怎麼搞的會畫了一刀 不過沒有關係哦 我覺得整個還是非常有自然的一個獎牌 好 先收起來 第二個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 將將 哇 這個 這個真的超重 十星的聽見沒 不行不行不行 舉不動 舉不動 金苗獎 然後這個得獎的是 2019年春夏季賽最佳男主角 香江大作戰 就這邊那個烤腸的那期視頻 火山時烤腸那期視頻 哇 那期視頻我是真想不到 我真想不到 其實蠻火的 其實那期視頻 其實比戰斧牛排的視頻還要火 只是那期視頻沒有出圈 戰斧牛排出圈而已 為什麼叫出圈呢 因為就是戰斧牛排 不管是不是我粉絲的人 好像都知道這件事情 他們只要一提到戰斧牛排 哦 那個男人 就大家會討論 會議論這件事情 靠丟臉來出名的我 其實也不太好意思說 不過這個視頻 真的是蠻火的 在西瓜視頻上面 竟然有800多萬的播放量 在其他平台也很高 去領這個獎的時候也好玩 就上次去上海 坐遊輪出去的那一次 然後在船上頒的這個獎 當時頒獎的時候 還特別好玩 因為是回來的時候頒獎 然後那個船 也開的速度越來越快 然後 就搖晃得很窮 很多人都運船 然後我們站到那台上 領獎的時候 都是暈的 你知道嗎 在台下坐著的時候 我右邊坐的是 春東山 我左邊坐的是 滇西小哥 他還跟我吐槽說 千兩年 都是得那個入圍提名 然後從來都沒得過獎 然後這次終於得獎了 哎 其實要說我來呢 就是16年17年的時候 我只是在 網上刷一刷 哇 新的獎 然後也是小哥 哇得獎了 然後郭杰瑞 哇得獎了 我真的 我沒有想過 我那時候做視頻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 我要做視頻拿這個獎 我沒有例子說 嗯我兩年以後 我也要站到這裡領這個獎 沒有哦 不是我不想想哦 所以我不敢想哦 從來沒想過這樣的事情哦 他得了這個 對於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有紀念意義 意義恰值的東西 因為他上面寫了年份 寫了我的ID名字 然後又寫了這個作品的名字 我覺得保存下來 是非常不錯的 嗯很喜歡 對他就是太重了 本來出去的時候 又杯子相機 杯子衣服 各種曼奇葩 本來杯子就很重了 然後回來的時候 還要杯這麼大個獎杯 哦 重死了 我話一說回來 拍這視頻吃的烤蟲 確實是好吃哦 哇 你想想 嗯 哇那個油漬漬 哇 哇 好這個時候講我們下一瓶 B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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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i的十萬和百萬獎牌 嗯這個應該大家很多人都見過了 上面寫的彈幕都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名字不一樣 然後一個 十萬是青色 百萬是 哎 十萬是銀色 百萬是金色 要說起Bini Bini真的是 我覺得沒有Bini Bini 可能也沒有我了吧 當初做視頻的時候沒人看嘛 最先有人有粉絲的時候 最先有人觀看我視頻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平台 要話說當時沒有Bini Bini這個平台 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堅持下來 因為前幾個月真的 沒有任何流量 所以在這裡還是要非常感謝 Bini Bini這個好平台 嗯 哦這個 這個說一下 這個是UC大禹號 2018年發給我的優創大獎 美食區 對 2018年只得了這一個獎 哦感謝28 哦感謝感謝UC大禹號 雖然已經隔了一年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這個獎盃 2019微博超級紅人節 年度新鮪紅人 2018年我也是年度新鮪紅人 過了一年 還是年度新鮪紅人 首先這個獎盃 我就覺得 哎 其實蠻好看的 領獎第一次叫 這個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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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中獎得了一輛車 就是這張照片 但是 我們今天會把第一台 送給我們台上的 一位最幸運的 新鮪紅人 哇 現場送車 抽獎得了那個車 其實很多人就會好奇 啊 小船想 是不是有黑幕啊 是不是內定了呀 其實說實話真的沒有 當時什麼情況 是這樣前兩天 我才收到通知說 頒這個獎的時候 會有一次抽獎的機會 怎麼抽獎呢 就去拆這個汽車 發佈的價格 當晚也是那個 新車汽車發佈會嘛 當時聽到這個通知 我根本就沒有在意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就覺得 中獎呢 這東西跟我從來沒關係 所以我就沒理會 您獎的前一天晚上 我躺在酒店裡面 無聊嘛 沒事情幹 我就想到這件事情 我就想 其實是上這個汽車論壇去看了一下 大家都不知道 誰都不知道 可能只有老總知道 大家在論壇裡面猜的價格 是6萬至9萬之間 因為猜車的價格嘛 它有高配 中配低配 那我們去猜價格 肯定是最低配的猜 因為那是一個標準價格 經常有關注汽車的人 都知道你們知道 汽車發佈價格 都是多少多少 98萬 多少多少98萬 這個價格我就覺得 就很好估計了 6萬至9萬之間 我們選最低值 6萬後面是98萬 那麼這價格就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5萬9千8 一個是6萬9千8 猜到這裡 你這個中獎金率 基本上就已經 50%了 又仔細在論壇看了一下 我覺得5萬9千8這個價格 和這個企業其他的車型 可能有競爭 所以經過小摔箱的認真分析 這個車的價格就是在 6萬9千8 6年98萬元 我猜對了 那就是你 這個就是當時我上台的第一視角 然後這個是直播的視角 啊 我拿著一個相機就走上去 好尷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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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桌下你有號嗎 你在北京開車嗎 我在北京 我在貴陽 那好的 我在貴陽 那好的 當時我記得我旁邊的那個 何同學寫的價格是 50萬 何同學 你果然是個人才 後來他說 他根本就不在意這東西 就是亂寫 其實我剛開始也是這樣想 後來我一想 現在有這個機會 為什麽不爭取一下呢 在所有獲獎的人裡面 就只有我們心裏紅人 才有這個機會哦 咦 請明年繼續給我搬心裏紅人 好感謝微博 這是西瓜視頻的 100萬粉絲訂閱獎牌 嗯 西瓜視頻非常非常 感謝的一個平台 怎麽說呢 我最開始想要 製作視頻上傳的時候 就是因為西瓜視頻 今天推到西瓜視頻 鼓勵了很多創作者 因為西瓜視頻 推出了一個廣告粉絲的獎益極致 其實我剛開始也這麽想到 真的剛開始我從來沒敢想過 我會當什麽大網紅 或者說有幾千萬粉絲 真的沒有 不是不想去想 真的是不敢想 因為我對這個東西 從完全不懂 或是想著 小怪也要出神了 或是想著做點視頻 發在網上 賺一點廣告費 就這麽簡單 所以在這裏還是要感謝西瓜視頻 那沒有他們的話 也就沒有今天的我 非常感謝 這個也是百托百家的好看視頻 想想到都在100萬粉絲訂閱 可以youtube那個也蠻香的 這裡有一個播放鍵 等下我看視頻 這是抖音 印象力達成這樣 也是上次我去拍vlog時候領的那個獎 這個感覺就輕多了 因為裡面感覺好像是空心的 不過我也覺得也蠻好看的 抖音的這個標誌嘛 紅色藍色 顏色分離的狀態 蠻好看的 其實剛開始我看抖音 都是發弄小視頻 我覺得不是很適合我 我就順便把我視頻傳到抖音上去 沒想到還是有人喜歡看的 大概18年19年兩年時間 抖音也有1000萬出頭的粉絲 嗯 非常感謝抖音 為什麼想起這麼多物啊 這個是金日頭條的 2019金日頭條 最具人氣創作者 和這個也是一起的 這是一個盤子 201 金日頭條美食品見館 感謝金日頭條 真的是鼓勵了我們 這個獎盃也是蠻特殊的一個獎盃 因為它這個質感還是蠻強的 你看想想到都在 然後這裡 有酷 這裡是透明的 這裡標誌也是透明的 也是造型蠻特別的一個獎盃 我也蠻喜歡的 感謝優酷 獎盃很多是去現場領的 很多是郵寄過來 這個是皮皮蝦 這個是皮皮蝦年中的時候 開的真皮大會送的 這個也是蠻重的 這個也是在生機大會上面發的 這個是十大創作者 感謝皮皮蝦 還有一個特別的 這個是上次小漢華餐來貴養的時候 他們公司裡面團隊 幫我做出的這個 衣服小漫畫 這個就是我經常穿的那件衣服 但是上面寫著貴養棚 手上拿著一個戰斧牛排 這裡吃的是一個帝王蟹 這裡是小乖 我老婆 各位各樣的朋友越來越帥 嫂子越來越美麗 小乖越來越可愛 我覺得收到這種禮物 我覺得還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感覺很有心 你知道嗎 而且不管是細節方面 就跟你很相匹配 就感覺很開心 感謝感謝感謝 還有上次去北京的時候 啊等我去哪兒 和一個叫角質帽的這個小粉絲合作 然後他也畫了兩幅漫畫給我 衣服是我自己擔任的 小乖一看見這個他就說 哇爸爸好兇 有一幅家庭的 這個我也蠻喜歡的 這是我 這是小乖你看 髮型也很像 然後這裡 二胎也在肚子裡面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那麼以上就是 今年獲得的禮物和獎盃 我覺得是非常開心的 我還上了一次綜藝節目 也見到了帆明老師 還有張成光老師 我第一次去這種地方 啪啪啪啪啪 七八個燈光 啪啪啪啪 七八個攝影機 你告訴我 變成為同意念 張子儀上去 腦袋都懵的 一片空白眼啊 那不是誰 我在哪兒 我在這個嘛 完完全全就這種感覺 我都覺得我能正常把話說出來 就已經很不錯了 也非常感謝大家一路以來的陪伴 感謝 那麼今年我們在一路前行 拜拜 拜拜